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後因為我們的校友會有贊助 所以我們最回饋也 就是也採訪了很多傑出校友 那我們在這裡也跟他們學到了一些 做人的 大知識 跟一些 成功的秘訣 那我們除此之外也收錄了成人一年世紀的 成人一年世紀的 特色活動然後跟 社員們的 特色 就是社員們的 那個 社員們的作品 然後 對然後 就是算最少一本四十幾頁但是 內容其實還是蠻豐富蠻有特色 其實校刊在製作的過程中我們前期是在做文編的動作就是採訪啊 然後校友然後蒐集學校的各項的活動 然後後期因為 其實是要每邊開始拍板但是我們後期 遇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我們很多時間其實都是在線上進行 然後 然後每邊成員也是因為線上進行所以大家沒辦法 一起在 教室裡面進行 討論然後一起製作 所以其實後 後面來說我們的狀況有一度是 進度完全沒辦法繼續的 然後 再來就是 後來的確診數也是不斷上升 然後我們學校也是 不斷有傳出有確診人數 確診人的出現 然後我們校刊社也是一樣有 也是有這個 染疫者的出現 然後我們 的 人也是 像是如果私校會出來也是常常會有人 確診無法到場 或者是居家隔離 同學人在家無法到場 但是雖然說 困難 困難從從 但是我們之後還是 在有限的時間我們還是努力的保證來消灘 雖然 不多 但是裡面的內容 保證 保證是非常 豐富的 對 以上就是我們的補充 謝謝